今天是上西盛的半片面包 由于尺寸过大 首先对其进行裁切 裁切后进行打磨处理 鞭长控制在23到24毫米 实验证明该尺寸为最佳入口尺寸 优雅的同时还能满足口腔的舒适感 接下来对表面进行焦化 让面包看起来更具实 下面涂上满满的奶油 现在是不是特别想吃了 先别急 怎么能少得了这该死的魔匠环节 OK了 尊贵的女士们安先生们 就让我们一起享用吧 Biage Biage 今天吃三条面包 约占一片面包的一半 切好后面包条的尺寸约为3成10厘米 使用电饼称对面包条进行压制 并在短边开出一个结构槽 在另一端凿出一个笋头 将笋帽结合 锁死 保险起见 使用大粒胶进行加固 下面准备一叶碧螺葱 并将其切成合适的尺寸 使用营口农民 Sauces将面包条涂满 将碧螺葱叶粘贴在面包条上 卷成一个卷后 将两面煎出漂亮的焦和感 此时 我将刚才切掉的面包渣 随心所欲地散落于盘底 面包卷置于上层 切掉的碧螺葱条 置于上上层 OK了 请享用美味吧 B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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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age